在作日的《香港造地發展及融資經濟論壇》中 不同領域的經濟專家普遍認同 北部都匯區及交以州人工島的建設有利經濟發展及改善民生 同時亦具經濟效益 有學者認為目前經濟畢竟 成本不再飛漲 超資的可能性減低 政府應該把握機會填海造地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兼任教授及榮優教授雷鼎明指 香港人想住大D等原因帶動樓價昂貴 故可彰顯北都区及人工島的土地價值 他認為兩個造地項目的賣地收入將遠超項目成本 又指本港人口老化 未來公共開支會上升 需要能夠賺錢的項目以緩解財政壓力 一個賺錢項目 無理由不做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 客座教授宋恩榮表示 目前本港經濟活動 集中於維港兩岸 變相令人口集中該地區 但居住卻集中在新界 導致交通擠失 直言在城市發展的角度去看是十分不合理 而北都區可適當將人口分佈 至於人工島則可適當解決交通問題 宋恩榮也指 雖然香港的建築成本是全球第二季 但如果比較當年 玫瑰園計劃 該項目原本預算超過2000億元 但經過政府修改計劃 以降低成本後 最後好支1553億元便完成整個工程 主要原因是當年政府輸入大量勞工 如今經濟畢竟 成本不再飛漲 超支的可能性減低 政府應該把握機會填海造地 更可仿效當年輸入勞工降低成本 至於人工島的安全性問題 宋恩榮強調 赤立各機場及港珠澳大橋亦是人工島 結構相當安全 即便當遇上颱風或水浸時亦很安全 相反舊區較易出現水浸 因其安全係數較舊區低 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及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子 政府發展人工島時 隨考慮經濟效益 亦要照顧社會和諧 認為人工島的房屋規劃 應明顯傾斜於補貼房屋 他指 目前居屋二手市場缺乏流轉 認為人工島可以引入特殊機制 再符合法規的前提下 令活放寬部分限制 釋放港九新界公營房屋的價值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研究部聯籍主管葉文奇稱 香港過往依賴田海建構新市鎮 並有三分一人口在者居住 但與新加坡相比 香港的田海地比例較低 另外他認為 人工島可以協助舊區重建 幫助居民重置 尤其是由尖旺 深水埗一帶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除非充對市場 有道具 雷